淡水老街是假日出游的好去处 经常涌入大批国内外观光客 而为了方便当地店家及有需求的民众可停车 在老街街道的两侧就规划了机车停车区 但由于停车阁有限 反而造成了机车硬塞乱塞的现象 为了改善淡水老街机车停车拥挤状况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决定从4月15日起 调整中正路机车停车阁费率 改善停车秩序混乱的情形 住在附近的居民表示 老街的街道宅小 一到假日游客加上乱挤乱塞的机车 直接影响行人通过 对于调涨机车停车费持正面看法 应该会吧 这样有的人可能觉得停车那里要多花钱 如果说它可以进空会比较好 应该要规划一个机车停车区域 其实新北市交通局从102年8月 就在淡水老街末端设文化机车系自行车停车厂委托民间业者经营但许多人不知情 就我跟一些民众的就是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其实绝大多数的人都还是以不知道这个厂为主 我相信老街的涨价之后一定会有更多人会注意到比较便宜的厂区 提高停车费是不是真能改善机车乱停的情况 还要等政策实际上入后再观察 记者CENER把号清北市淡水采访报道